中国导弹之父 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火箭之王 两弹一星功臣元勋 这些满载荣誉的称号头衔 许多科学家穷其一生都无法获得 中国对于钱学森的最高评价是 由于钱学森的回锅效力 让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 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而美国对于钱学森的评价 也十分的义真见血 我宁愿枪毙他 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 他无论走到哪里 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这句话出自曾经的 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之口 在美国人看来 作为空气动力学专家的钱学森 一旦回到中国 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但最终 经过中国坚持不懈的谈判协商 美国还是将价值五个师的钱学森 放回中国 只因中方给出的筹码 令美国实在难以拒绝 那么究竟是什么筹码 迫使美国不得不交出钱学森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犹如一道惊雷 煞时传遍了海内外 得知此讯后 钱学森夫妇 便与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一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附近的 一所公园里 庆祝新中国的到来 此时的钱学森 年仅38岁 却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 喷气推进中心的主任 以及麻省理工学院 最年轻的教授 他还是世界级大科学家 西奥多冯卡门的官门弟子 以及美军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和美军海军炮火研究所的顾问 被美军授予上校军衔 前途不可限量 而美国之所以称钱学森 价值五个师 不是没有原因的 1935年 钱学森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成功赴麻省理工学习航天工程 并且仅用一年 就拿到了麻省理工的硕士学位 随后 他便转入了加州理工大学 败入了冯卡门的门下 研究空气动力学 在加州理工学习期间 师徒二人齐心协力 发表了著名的航空飞行器 指导理论与流体力学基础理论 卡门钱学森共识 不仅如此 钱学森还成为了加州理工 火箭小组的元老 为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 打下了基础 二战时 美国为了备战 找火箭小组去研究核武器 出于保密 美国军方一开始 便没有让美国国籍的钱学森参与 但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一急眼 便顾不上国籍问题 但凡能上的都上 就这样 钱学森得以进入了 美国绝密的导弹研究项目 并担任了研究理论组组长 负责研制裂兵A导弹 与此同时 在冯卡门的担保下 钱学森作为一个 仅仅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 还成功拿到了 美国的国家安全通行证 有了这个国家安全通行证 钱学森不但能参与 绝密军事项目 还能随意进出五角大楼 并查看国防部的机密文件 可见其才能突出 1945年德国战败后 钱学森还以美军上校的身份 前往德国 俘虏了一大批 德国导弹专家 并且帮助美国人 招募了导弹之父 冯布劳恩 正是有了冯布劳恩 后来的美国航天技术 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阿波罗计划 新中国成立之时 钱学森已经达到了 年薪十万美金的水平 不但衣食无忧 前途也可谓是平步清云 但是钱学森却心甘情愿地 选择放弃他在美国 所享有的荣华富贵 和一流的研究条件 坚决回到祖国 并利用自己的所学所识 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 美国察觉到钱学森的 归国情绪 于是便向他开出了更丰厚的待遇条件 企图让他留下 但是钱学森却始终不为所动 掷地有声地道 我姓钱 但我并不爱钱 1950年 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家国情怀 他毅然决然地收拾家当 准备回国 却在码头遭到了美国海杠的阻拦 此时正值抗美援朝 中美关系一度下降到冰点 美国更是对中国展开了千方百计的孤立排挤 以遏制新中国的发展 所以美国对于钱学森这种价值五个师的高端科技人才 自然也是不肯轻易放回国的 于是美国司法局便无端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 并污蔑钱学森企图盗窃机密文件运回中国 就这样 钱学森便被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非法拘留 在这里钱学森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拘留所的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 不准他获得任何休息 而且每隔十分钟 就有一个士兵打开笨重的铁门 看看他是否逃跑 最终还是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冯卡门的全力营救下 钱学森才被成功保释 狱中仅15天 钱学森就报受了30斤 一度失声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休养 钱学森才得以恢复 可是此时的他不仅被剥夺了所有的研究资格 还被限制出行 随时面临着美国的监视和审讯 钱学森在美国被排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 周恩来对此事予以了极大的重视 当即指示外交部发出严正声明 对美国非法监禁钱学森的行为表示严厉谴责责 并要求美国当局还钱学森自由 就连国内的科学家们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 但是美国却对中国的谴责置之不理 始终不肯放钱学森回国 对于钱学森的遭遇 中国一直心机如焚 却又无可奈何 好在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1954年4月到7月 中苏美法英等国在瑞士热联瓦举行了国际会议 中国方面以周恩来为代表 率领代表团传会 会议期间就美国扣押中国留学生一事 周恩来抛出了一个交换筹码 对于被中国关押监禁的美国飞行员 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侨民 只要美国停止对中国留学生以及在美华人 尤其是钱学森的扣留 中国将释放归还这些美军俘虏 间谍和空军飞行员 飞行员在当时来说 也算是军事领域的稀缺人才 美国自然很是心动 更何况中国手脸还有美国派遣过去的间谍 一旦中国将间谍丑闻公开 美国的脸面也不太挂得住 所以经过一份考量 美国最终还是决定答应中国的条件 却耍赖的表示钱学森除外 中方自然不会同意 于是周恩来便率领中方代表团与美方展开周旋 试图以谈判逼迫美方让步 为表示诚意 中方还决定主动释放四名美国飞行员 可就在关键时刻 美国依旧胡叫蛮缠 坚决不放出钱学森 为此美方还撒谎称钱学森没有回国的想法 除非中国拿出钱学森本人要求回国的证据 否则美国不会释放钱学森回国 就这样中美双方的谈判陷入僵持 好在钱学森既致偷偷用香烟纸写了一封求救信 并将信夹在了家书之中 寄给了远在比利时的蒋华 从而躲过了美方的审查 随后蒋华便将这封信 转寄给身在上海的父亲钱君夫 这才辗转交到了外交部的手中 于是外交部再次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为筹码 并且加上钱学森要求回国的信件为铁证 令美国放人 在铁的事实前 美国方面不得不同意放钱学森回国 与此同时 他们还认为钱学森所掌握的知识已经过时 即便是中国再掌握 也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 然而美国还是太小看钱学森了 离开美国之后 钱学森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已经远远大于了五个市 使得中国的航天事业超前发展了20多年 如今面对航天军事力量十分害人的中国 美国深赶当年用25个空军 换走钱学森的举动 吃了大亏